今天早上,我們美輪便電所有一個潰線,叫中美線 在9點36分的時候 因為我們查的原因是因為有一隻松鼠 碰觸到我們桿杖的壁雷器 造成我們潰線開關跳脫 那我們現場查了隔離以後 在9點57分的時候,就全部恢復供電 我們維修的時間就從9點36分 我們接到系統裡面就停電的信息 那立刻派人員到現場去 那在9點57分就把它事故隔離掉,就全線送電 這個潰線它停電的範圍 大部分在我們華東路、北新路、東新路、中美路 有一部分,另外在新城的康樂、北埔、大漢也有一部分 全部是有4493分 這種情形在整個事故的比例裡面 佔比還算是比較高的 那台電公司對這種外務造成的事故 其實有持續性的在改善 就是把我們這種比較所謂 架空裸露的設備把它換成結緣性的導線 那當然整個配電線路很廣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這個是我們持續性改善 防止外務造成事故的一個對策 有 optimize更好的 也好 謝謝